谢谢Jonathan 我们也是可以找一个 脱碳的可行的科学路径 下一个环节就更重要了 最近这个市场也是波动更多 那事不宜迟 我们邀请Yasmine Jeddai 法国新业银行亚太区 可持续金融主管董事总经理 来替我们主持环节四 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金融转型之路 大家好 我想邀请各位嘉宾上台 那第一位Y新 Grace Winnie Tracy 还有Rico 请上台 谢谢 非常感谢参加这个环节的讨论 也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的讨论 那么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的金融转型之路 这个题目也是挺令人振奋的 那我们今天嘉宾有 Vision Chen 是来自汇丰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及环球ESG研究主管 张春恩 先是来自国泰航空公司永续发展及企业责任总监 另外我们还有来自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业务总监 环球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范颖如 黄翠之来自渣打银行的可持续金融亚洲区董事总经理监主管 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副会老金秘书长 以及张顺荣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驻香港办事处亚太区资深总监 香港绿金协会债券及产品创新工作组联合主席 那么今天我们导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金融的转型之路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在这个金融转型之路当中实现净零碳排放 我们要控制气候上升要控制到1.5度 2030、2050年还有碳排放碳中和 碳达风碳中和 这都是一些非常艰难的非常充满挑战的目标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的经济也带来巨大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进行这个专题的讨论 我们要不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见到在能源市场上面 外生权权先生 因为你可能也已经看到了 在金融市场上大家越来越强调这个去谈话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宏观的见解 谢谢 下午大家好 下午好大家 可能也都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 那么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 更多的能源又等于更多的排放 所以那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净零碳排放 实现这个巴黎协议的这个承诺呢 所以能源转型是一个毕竟之路 我们也通过能源转型 帮助我们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 同时又保证又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 那么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了 那么技术上是可行的吗 大家已经讨论了 那么从这个客户这边 从我们的市场来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础设施 我们需要有一个生态系统 我们需要做很大的转型 这种转型是所有一切都要转型 不只是能源转型本身 疫情已经显示了 需求关系可能是因为疫情就有一个大的转变 商业从这很多的这个 这个商业和住宅的这种改变 也可以看到在房地产市场上 在2020年疫情爆发 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些新的一些机会 大家假如在这个市场上 大家已经留意到了 所以有危机有机 那现在又有俄乌战争 那大家又非常担心这个能源安全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所以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有的是属于地域相关的 有的是你的经济构成 有的是不同的这个行业具体的一些问题 所以气候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真的是实际上 这也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的问题 短期当中我们需要 要保证那在化石能源 我们可能还会仍然使用 但是长远来看 我们整个的技术是可能要改变的 我们可能不再依靠这些化石能源的 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与目前的很多的一些投资 都是短期来讲 我们还是仍然需要石油 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 在能源市场上是不必不可少 那么但是呢 与此同时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投资去到了太阳能 风能建立很多的风场等等 那么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现在可以称之为叫做双向投资 双向投资长远来看的话呢 会帮助我们实现这个能源转型 那这个是在这个供应方面 在需求方面的话 考虑到这个能源的效率 那么有些东西呢 比如说是像有些能源 像一些风能太阳能 这些可再生能源 我们是能够把它们保存下来 那么这个就是储能的 那么这里面就投资的话 就涉及了一个回报的期限 那么需要五年十年 还是说两年三年 就可以获得你的回报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能源转型当中 一部分也考虑的东西 那我们有长远的这个想法 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些近期的忧虑 那么政策方面的话呢 很多这些政策 也应该有一个全球性的 一些政策的指引 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困难 那么这里面呢 也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考虑到金融方面 投资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动员私营部门 让他们进入到投资 我们也可以更加鼓励 公私营的合作 那么进入 找到更多的一些 金融的一些措施 来推动能源之路的 能源转型之路的完成 好 谢谢 谢谢外圣 我想你为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铺垫了 那么刚才也讲到了 这个需求方面 想听听其他嘉宾的想法 那么假如说是我们要有一个 比如说是颠覆性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是像疫情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一个看法 那么像能源市场 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会 它的受到的影响会是如何 我们你们自己会如何 做好准备来完成这个转型之路 谢谢你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看到 实际上疫情对我们的影响 对于全球 对于航空航天 对于我们的航空运输行业 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对于国泰一样也是一样 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那航空公司 其实并没有说是因此 而改变了我们的长期的焦点 我们的责任也没有忘记 因为我们也要贡献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 刚才讲到了 这个叫做双线的投资 我们航空公司也是一样的 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要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 那大家记得过去这两三年 航空公司 世界上任何一个航空公司 大家都有 都继续持续他们的长期的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2019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国际航空协会 代表着30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 那么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 这个是要到 做下承诺 就是2050年 那要实现晋零碳排放 那么这个是针对整个行业的 一个 一个呼吁 那实际上 航空呢 是第一个行业 全球来讲 那么第一个行业 制定了我们自己的 这个目标 这个是在继巴黎协议之后 所以我们见到 长远来说 我们是有我们自己一个行业的承诺的 那么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那么同时呢 我们就是 电力啊 农业等等的 我们的目标是更加远大 那么这也是显示我们自己的 这个 我们自己的责任 以及应对挑战的决心 好 谢谢 非常高兴听到你们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努力 那么 那现在看一下 就是在花几分时间 看看银行这边如何 要不我先从 问一下Winnie和Tracy 那对你们来讲 这种能源转型 对于银行来讲 会是 是什么意义呢 好 谢谢 谢谢Yasmine 讲到能源转型 对银行来说 我们可以看 那么是从不同维度来看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 供应链和我们自己的运作的转型 那我减少我们自己的排放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客户 实现这样的一个转型之路 那么以其管理 与此相关的风险 就很多的企业一样 银行也是不断地在使用 可再生能源 增加能源效应 那么这样的话 减少我们自己的碳排放 比如说是 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 像我们就是像 比如说是我们加上纸张的用力 纸张的消费 那么以及这个电力的消费等等的 那么在我们的供应链当中 也采取的措施 我们自己有非常强劲的 这个管制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有工作小组 那么帮助我们 就是进一步的宣传 可持续发展的一些信息 帮助我们的客户 帮助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职员 我们自己的雇员 那做到可持续 帮助我们的客户也是一样的 那么同时在我们这个 投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 银行也担任着自己 也有自己的角色 那在我们的采购方面 各个方面 现在我们也在我们的借贷当中 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 可持续方面和绿色方面的发展 同时我们就有一些 这种碳排放比较多的行业 我们减少我们的资金支持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绿色 把它作为一个特色的产品 满足不同的这个投资者 和借贷者的要求 那向贷款方面呢 也更多倾向于 像那些中小企业 提供了这个绿色贷款 绿色借贷 绿色基金 以及绿色的存款 针对这个个人客户 也可以使用 同时那么我们的角色呢 也要帮助我们的客户 来实现这种转型 那么使得他们 在自己的项目当中 在运作当中实现转型 那还有一些棕色 业项目帮助他们呢 那么转型到一种 更加可持续的模式 这个是一个渐进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样的话 使得我们最终实现 净零碳排放 同时避免一些 一些颠覆性的 这个行业的包容性 那么这样的话 使得整个行业 能够实现一个平稳的过渡 平稳的转型 那挑战方面 就需要我们有集体的努力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利益相关方 我们会积极地 抓住这些机会 那么管理相关的风险 谢谢 那Jacy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类似的地方呢 刚才Winnie已经讲过的 那是的 也非常感谢你刚才的问题 其实可持续发展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支柱 那我们自己 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立场 我们做了一个公共的一个 一个干板 就是我们到2020年 2025年年 是2030年 来净零太白发 那么其实我们其他的银行 我相信也都会同意我所说的 那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有 就是这是一个 充满挑战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自己的客户呢 他们也希望能够实现净零太白发 那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当中 那么意识到这些挑战呢 我们有 ICB 我们有好几个 这个 好几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个 我们 有一个白皮书 其实净零太白发的白皮书 已经发表了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 我们自己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披露了 2020年的绝对碳排放的数量 那在我们的这个财务 在我们的金融组合当中 那么在中期的话呢 2030年 这是我们的中期目标 我们自己的这个高碳密度的行业当中呢 像比如说是一些电力啊 金属啊 等等的 那我们也都相应的制定了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就是有 要每件的3000亿美元的话 我们会把它 就是到30 203年来 我们会帮助我们的客户 实现他们的转型 那最后的话 我们还有一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转型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升级了 我们自己的转型的 转型的一些银行服务 帮助我们的客户 那我就先讲这么多 好 谢谢Tracy 那刚才我们讲的一些背景的东西 Tracy和这个 张女士也都讲到了 银行 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实现这种净铃态排放等等 还有实现这个可持续的这个金融 金融行业 你是也是负责创新的 那么在香港这个JFA 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 在可持续市场 金融市场的发展方面 你们有哪些新的创新 有什么样的新的产品 在过去这两年的话呢 我们毫无疑问 不断创新 这一直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当中重要的一项 尤其是在债券市场上 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个叫气候转型的这个手册 是2020年底发布的 那么这也是为了市场提供一个指引 让大家去遵循 假如你要是希望能够进入到资本市场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做 那么因为的确是需要有这样的透明度 你可能对这个手册不太熟的话 我可能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 这个呢 尤其是 就是在这个发行人呢 他的这个 比如说有一些是属于这个 谈度非常高的这些行业当中的客户呢 这一些他要做的一些披露 那么这个我们建议呢 就是他 他就是未来他融资之后 他如何使用这个融资的一些资金等等 那么一系列的指引 有几个领域是非常关键的 并且有一些 我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说是发行人 他要建立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转型的战略和执行 另外呢他的商业模式 一个环境方面的这个重要性 第三呢就是 他的这个战略必须是基于科学的 基于他的这个 他的发展路径 他的发展目标等等 以及那不断地提升他的透明度 我想强调的就是 假如是你讲这个贴标签这件事 贴标呢 至少来讲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 大家的共识是 这种转型的贴标 是针对这个发行人的 而不是针对这个产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在国际市场上 大家也有类似的共识 那没有一个转型的 没有一个转型的债券 把它做一个产品进行特标 如果讲到一个产品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是一个绿色相关的 或者是绿色挂钩的这个产品 那个是产品层面上的 那如何帮助 或者是如何去服御这些企业 或者是这些机构 来自于这些行业的 如何实现这种转型 能够实现碳中和 以及实现巴黎协议所规定的目标 我想SLB 我们会有一些链接的债券 这是很重要的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 像一种可持续债券 或者绿色债券 在这个债券市场上 总体上来讲 那么你如何使用 未来的筹集的资金 也是同样重要 那么它必须用在 一个具体的项目上面 但是怎么样能够 鼓励这些行业呢 通常你这一些融资的资金 把它用在这个项目上面 那能够帮助他们 带来就好像是 比如说那一个棕色项目变得更加绿色 那么他们也有 这样的话 企业它有灵活性 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同时呢 这个企业能够在整个集团层面上 从棕色变成绿色 SLB呢 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他们可以使用 那么同时呢 对于投资者来讲 也是有诱因的 他们也可以去投资一些产品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对于发行人和投资人 都是非常好的产品 他们也都会有兴趣 去帮助这个企业实现 这种一个更加绿色的 一个转型 这个是从债券的市场角度来看的 你刚才讲到了一个手册是吧 这个转型手册 那这个就非常好的显示了 这市场的演进 那更多的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上 看它的演进的路径是什么 那背后采取的这个措施是什么 以及你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呢 这是我们都需要进行的一些工作 那么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未来的发展路径 怎么样去看 我想先问一下 对于国泰航空来讲 你是怎么样评估自己的转型呢 你们自己的转型战略是什么 你们这里面有哪些主要的衡量目标 怎么样去衡量你的进展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在你们这行业当中 其他这个航空公司 他们是如何来进行相应的工作的 好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那当然呢 就是在国泰来讲 我们是一个例子 但是国际上 就世界上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航空公司 大家的技术也差不多 飞机也差不多 供应商也都差不多 所以呢 我就讲 我讲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可以说 适应于全球所有的航空公司 只是说涉及的 你的投资额是多少 然后你的进展大 还是小的一个区别而已 我想首先 一个短期来讲的话 像你看看我们的KPI 包括我们的这个能源展型 就会看航空公司 如何替代它现有的机队 用更加新的一代的 这种能源效率更高的飞机 来替代旧的飞机 这种新型的飞机 相对于就以前的那些旧型的飞机的话 那么他们基本来讲 大概10% 25%的这种能源效率的提高 每一个就是说我们少烧一点油 就等于说是我们像空气当中 排放的二氧化碳会更少 那这就是航空公司 让他们自己的运营当中脱炭的最好办法 实际上最近一些 在国泰都做过的一些 和可持续指标挂钩的这个借态 这个借态当中 其实这个更环保 更不耗油的这个飞机 也是我们要达到的关键指标之一 那但是有很多的科技 这些科技呢 单一科技是没有办法达至 我们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看一些新的 这个科技的方案 让这个飞行变得真的是可持续 变得真的是碳中和 其中一个呢是一种Greenfield 绿色燃料可再生的能源 但是这种的可再生能源呢 是现有的这些飞机 用现有的基础建设 可以安全地使用的 那这种环保的燃料呢 是可以让我们用现有的 这个资产现有的基础建设 达至这个更环保的结果 那这种燃料的问题呢 就是价格比较昂贵 它现在的价格比起 普通的这个飞机的燃油呢 价格是三到五倍 因此呢不能够用的太多 那我们为了打破这个 供应量低成本高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希望到2030年呢 我们就用更多的 这样子的这个昂贵的燃料 这样子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呢 也和我们的One World Airline Alliance 这个全球的航空公司的联盟 我们也是这个联盟的创办人之一 我们和世界上 其他的这个航空公司 也是承诺 到2030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10% 这种比较环保的燃料 希望透过释放这样的讯息 我们呢就可以鼓励 大家做这样子的 这个能源转型 希望资金流入投资 这样子的燃料 那我们知道这个旅程当中 我们也是需要其他的生意 其他的业务来一起和我们合作 因为航空呢 不只是讲的飞机 也是需要别的这个行业的支援 我们同时也推出一个企业的 可持续燃料的 可持续性的这个计划 我们邀请我们的其他 也是很认真看待 气候变化的这个伙伴 去透过支援这个国泰 一个航空公司 这样的航空公司 来间接地减少他们自己的这个碳排放 我也很高兴地跟大家说 这个汇丰银行 还有扎打银行 都是我们这个大客户之一 谢谢你 那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些航空业的 这个在他们的范畴 做的一些努力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 和转型的路径 但是基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研究来源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其他的这个行业 是如何衡量他们这个能源转型的进度 或者是整体而言转型的进度呢 谢谢 谢谢刚才嘉宾和我们分享 这个运输方面的这个碳排放的转型的旅程 那其实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交通呢 是全球五大碳排放行业之一 当然还有这个农业也是其中一一 那能源总是很重要 我们从这个化石燃料转移到这个可再生能源 但是在此呢 我想点出一点 不只是这方面改变 而是 把电力 让电力使得其他的行业也可以渐渐脱缓 比方说交通工具 92%的交通工具都是用燃油的 那希望着这个行业将来可以改变 脱离这个化石燃料 不同的行业用不同的办法利用能源 那你记得我们在这方面呢 讲的是 这方面呢是一进一出 就似乎你有什么燃料进去 然后最终又排放什么样的气体出来 那 比方说 有一些行业不可能完全的改成可再生能源 但是呢 也可以用更绿色的燃料 钢铁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好像北欧他们已经在用比较低损耗的这个燃料呢 那或者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多用电呼炉这样子 而少用高传统的高炉 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做的改变 那 现在其实很多汽车呢 都不是用钢铁这做的 很多新的科技呢 可以做出很好的效果 我们或许呢 也是改变这个需求 水泥也是类似水泥 全世界都有用 他们也是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他们自己的水泥炉 可以在利用热能方面 利用得更有效 那其中我们也是可以用氢啊 做这个保暖啊等等 这也是可能水泥行业最大一个进步之一 但是有时候做这些事情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也要考虑 在除了这个水泥浸炉之外 在别的事情上 比方说 我们的这个研磨的部分 可以用电力的马达去做啊 这样子也可以减少氢排放 我们要方方面面去看 那 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比方说化学啊 化学的行业当中呢 他们也是有诸多不同的这个化学 化学品 也就是说有很多选项 可以转型 使我们继续多探 这是很引人入胜的 因为呢 和氢 还有其他的这个 供暖的这个化学品之外呢 比方说我们说 其他的这个阿姆尼亚啊 还有这个甲腕啊 这样子不同的其他化学品呢 我们也是可以用别的 化学品别的方法去取代嘛 去方方面面都可以做 这个方面 迅速的我们将挖矿嘛 挖矿我们也可以少用一些柴要发动机 比方说建造城市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是想 说衡量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碳排放 这个直接碳排放以往是化石燃料 比方说我们要 我们现在呢 也可以不用这样子的这个化学燃料 做热力的来源 可以用电的 比方说电磁炉啊 电的烤箱啊等等 这些我们家电也是可以改变 我们在设计这个大楼本身也要非常小心 然后看一下我们装修也是可以 这方面可以做什么 最后就是农业 那农业方面呢 不只是增长方面 然后农业的这个需要 整个就农业的整个价值量 从这个 从种植啊 收割啊到运输啊 到冷藏啊 冷冻收藏啊 这都要需要很多的能源 那我们也考虑在哪些方面可以减少碳排放 然后首先在哪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可以用 我们科技减少我们自身的污染 比方说我们选择一个比较环保的这个 航空公司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就是五大类也有很多选项 谢谢 其实我们作为银行家也是需要适应 我们这个客户不能改变的这个需求 业务也在改变 不同的商务营商模式啊 专业范畴啊 我们有创新的产品啊 确保我们大家都是可以有 为了我们客户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能够适应变化的方案 Tracy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 你们的组织 如何改变来适应这个客户新的需求呢 对这个资金的差距其实很大 我们除了3000亿的这个绿色 我们到2030年会做这个3000亿的 这个绿色金融的投资融资 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融资框架 我们找到一些活动一些资产 适合我们这个1.5度的这个目标相敏合的 就正如刚才RICO张顺忠所言 同时呢我们也是尽可能不要投资那些 碳排放很厉害的这个资产 然后尽量不要伤害地球 那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如何拓张 如何做越做越多呢 回到这个创新的产品呢 除了传统这个债券之外 这个RICO也提到过SLB 可持续相关的这个债券 但这些也有SLL嘛 也是可以其他的金融显生工具 刚才伟新也听到过 这个全生命周期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比方说可持续的交易 在这个供应链上我们可以利用科技 但是不可以在这就停止 因为我们 我们也看到这个市场当中 有绿色的这个绿色的债券 政府出的零售的绿色债券等等 所以有一系列的非常创新的产品 是可以提供出来的 银行在此也可以办一个角色 最后我们也需要人 我们需要可以有ESC相关的人才 稍早前有嘉宾讲过 在我们的银行 其实内部呢 我们有自己的可持续金融的培训 在我们有内部的人工培训 因为呢我们需要让我们整个银行的每一个职员 都有能力去处理 还有去应对这个气候变化 除此之外 外部呢 这个HDFA呢 我们也推出了 共创了一个 和这个香港科技大学 还有其他的组织 最近推出一个绿色金融的认证架构 我们所以有内部和外部双管齐下 这个也是我们培训我们行业的这个人才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Winnie 你是不是想分享一下 正如Tracy所说的 其实银行界是做了 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事情 来进行这个转型的这个旅程 但是 我们透过整合我们自身的这个投资 我们在投资的还有决定 经商决策当中呢 加入这个碳排放的考虑呢 我们也和同时和不同的企业合作伙伴 大学一起合作去培训我们的员工和Tracy一样 那我们在追寻我们的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之时呢 我们也要用一个实事求是 群聚艳性的步伐 我们用创新的产品 还有创新的方案来做到这点 我们要和我们的客户进行深度的对话 去了解他们的转型计划 无论是能源 交通 地产行业 诸如此类都好 都需要银行去更知道 更理解 去更有这个行业相关的知识来帮助行业 那我们自身呢 也要当他们这个转型的这个合作伙伴 这也会包括一个提升客户认知的这个部分 和他们分享 一个可持续 然后可会成功的一个营商模型 我们的很多的从 很多的客户呢 其实在这方面已经是领先了很多 他们也是继续做 努力下去 但是呢 我们为一个高排放的行业 去达到融资 依然是非常具挑战性 那希望 我们的行业 还有银行 也是可以提供 合适这个产品呢 来解决这个我们的需求 那我们看到 银行已经 最近已经提出了很多这些有关相关的问题了 比方说 他们也是以科学为本的目标 去 去帮助这个客户进行转型 我相信呢 这些进一步的标准化的这个产品呢 会进一步弥补这个空白 除了直接的融资以外呢 为了得到大量的资金呢 我们也要让行业 还有投资人之间的差距减少 有更多元的这个流动性强的二级市场 那这个二级市场呢 也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碳中和的旅程有所贡献 在7月的时候 中国还有香港和大企业和大银行呢 就共同推出了这个碳排放专业委员会 那希望呢 在我们这个区 在产品还有服务方面 都进行更多的创新 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一步 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转型 谢谢 在大局方面 我们可不可以知道 在本区不同的这个地区 不同的这个法育 如何在这个可持续的金融市场当中做调整呢 对 其实在这方面很多的辩论呢 其实对于所有的经济体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有经济体都要用一个更持续的方式 去继续持续下去 比方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 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就是按照ICM 非常紧密的规征着ICMA的标准 他们会推出一些转型的这个指引 基本上也是跟随着我们的转型的手册 就是用这个以原则为基础 向市场提出一些指引 这个只是债券方面的市场 除此之外在产品 在东盟 大家也是知道 这个东盟的这个监管者的 这个监管者主持之间的会议时候呢 他们也是塑造了这个东盟的这个债券市场 我们有绿色债券到可持续债券 我们也会和它紧密合作 符合这个东盟的这个债券标准 那SLB这个可持续相关的债券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基本上可以让债券市场 大家都要多注意一下 那当然了 跨一标准目录也是另外一点 我知道不同的法育包括中国 他们也希望在这个空间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行业长期而言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债券方面呢 正如我所言 从产品的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这个转型的债券的需求没有很强 但是这个共同目标目录呢 就会在对这个空间的当中的贡献良多 非常有用 那最后呢 我想讲一讲 这个转型的这个债券 就是来自这个投资的这个世界呢 这个可能也有一点争议性 首先 我们设立标准的时候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转型是 是整个群体的这个共同的共识 不只是一个产品要推出这样子 我们承认 在市场当中也有一些转型的这个债券 在不同的法育都有 甚至是国际之间推出的也有 我觉得某程度上 这个会有一点贡献 然后也会让市场更关注 更看到除了绿色之外 我们也要看一下转型这一点 可能绿色债券 单单绿色债券是并不足够的 我们要找到那些雷达不动的这个行业呢 也是要用这个私人资本市场当中的 这些资金帮助他们 转型到更可持续的一种运作模式 但是转型的关键就是看路径 就是从一点到第二点的这个路径 如果你把资金转移到这些某些项目的话 如果能够帮得到你的话 反正都要做披露的 可能你只是做某一些项目 得到某一些收益 可能这个是不足够的 那今年呢我们其实看到很多这个在中国推出的这个转型这个债券 在中国这个他们也是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积极 希望对碳中和做贡献 但是对于国际投资人的成绩来说 这个可能做得不太好 比方说上一年在2021年 我们终于看到更新的这个绿色债券的目录了 这也是感谢马俊博士 我们看到比方说有一些有一些之前被受国际市场批评的产品已经被剔除了 那绿色债券呢 也是我们和不同的持分者去推广 让这个国际的持分者知道这个市场是我们要关注的市场 然后在中国也有很多好的这个绿色债券 也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然后他们看到这些投资的机会之后 他们应该考虑一下中国的绿色债券 但是今年呢 当监管当局尝试转型 转型到发展这种转型债券之时呢 也是啦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他们看到好多这些传统的这个化石燃料的行业 用另外一个名字又回来了 所以他们也是觉得你们在搞什么 这个可能在对外释放的信息方面 有一点让人糊涂了 也是投资方有一些对此有些批评 就是对于这个债券市场的可信 诚信而言呢 我们也是要小心翼翼 看一下 这个事情后市会如何发展 我们不希望这个 我们希望这个中国的市场 有一个一致一点的这个做法 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在岸离岸市场 我们在香港从私人市场的角度而言 这个中国大陆是主要的债券发行的这个地区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认为有必要设立另外一个标准 我们应该尽可能协调这个标准 但是好消息是在绿色债券方面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绿色债券 其实是和国际标准接轨的做得很好 但总体来看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挺多 目前还没有什么明确定义 这个转型到底是指什么 有可能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 那其实大家讨论也比较多 就算是在本地区吧 讨论也都蛮多的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也今天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像香港绿军所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达成一个一致意见 到底我们未来要达成什么的目标 制定一个相应战略吧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转型之路当中 贡献我们的一份 谢谢 的确是我们要依靠科学 能够来制定转型之路 未来发展国际 那么保证呢 我们要有一个 的的确确是这个 确实可行的一条路线可走 刚才你也讲到了 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么目前呢 这种转型之路呢 也有不同的这个路向 那么从FDG角度来看 从现在就一直到2030 那大概每年大概需要2.6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量才行 那这个方面会有什么挑战呢 我们真的要把更多的资金 导入到这种 绿色金融发展的话 那你会看到有哪些障碍 有哪些困难呢 对于整体的金融机构来讲 不止银行 所有的金融机构 又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加速 缩短这个距离呢 目前来说 那回到刚才讲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转型手册 这个原则呢 就是要增强透明度 那无论如何 那投资者他们要觉得 我把钱投入到这些产品当中 他也觉得合适 他才会去投资 那这投资者他们觉得 我投进去 我没问题 我把这个钱投到这些产品当中是OK的 那关键就是 要增强透明度 有了透明度 那你就得必须披露啊 那投资者 所有的这些投资机构 他们就有了你的数据 他们就做自己的功课了 另外就是你的发展路径了 现在的挑战呢 也可能针对某些领域来 某些行业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 大家可能会同意说 我们去这么做 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路径去走 那在我们这个地区 大家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市场 面临着不同的情况 亚洲国家其实是满多元化 跟欧洲不一样 所以你要有些东西 达成一支意见 不同的行业之间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 那像有一些行业 像有一些某些类型的一些企业 你要让他们达成一支意见 真的不太容易 那对于像我们来讲 我们也有自己做了一些 发布的一些 6月份发布了一些指引吧 其实呢 在这个指引当中的这一些名单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名单 而是说我们这个指南 只是给大家参考之用 就是说有这些路径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参考 那么这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的 那有些东西 并不是说是 这个国家能用的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也能用 不是这样的 那实际上在亚洲来讲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或者是像东盟国家 这些比较小的国家 但是他们做一个群体 也可以想一下 他们应该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路径 那从这个标准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也应该给出一个指引 让市场去跟寻 去遵循 那目前来讲 我们毫无疑问 是希望能够鼓励 这个亚洲的这些企业 能够有更多的披露 那么像银行 像其他机构 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信息的披露 我想 那么也希望这些机构 能够做好自己的定位 能够完成自己的转型 要有战略 同时呢 也有非常详细的落地的细则 好 谢谢 那关于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司法广辖区 那刚才也都讲过了 我们也有分类目录 我们之前进行来讨论 可能真的是面对了不同的情况 像在中国 那都是比较有前瞻性的 这个看法 那么在标准方面 在分类目录方面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那或者是目前面临的 这个其中的一个障碍是什么 假如我们是希望能够能够能源之路 能够走到更快的话呢 那我们看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都在自己制定自己的分类目录 香港呢 也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了 所以呢 我们很多很多这些客户 那我们在九州银行来讲 我们的客户是遍布世界各地 遍布这个区域 不同的国家 那么他们也可能 会有不同的标准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分类目录 同时他们也会面临着一些 关于洗律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需要解决 那么对于这个CTG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 这是中国和欧盟之间 共同制定的一个CTG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此 能够进一步地扩展 那现在我们也正在制定 针对金融机构的一个框架文件 目的是增强互操性 包容性以及它的透明度 这样的话能够为 未来在香港的金融机构 提供一个好的操作指引 那这样的话 使得发行人和投资人 都可以在香港进行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 把更多的棕色变成绿色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 棕色的企业和绿色的投资者 进入到这个市场来 那绿色的这个 只是靠绿色的投资 一方面是不够的 那同时政策呢 也鼓励银行能够进一步 来完成自己的转型之路 目前政府呢 也有一些提供一些资金的 一些鼓励或者是奖励 但是我们也知道 现在企业方面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他们的数量 是比这个绿色的金融机构 要维售要更多的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 供应方面更多的合作 开发出更多的工具 现在有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 一个共同的原则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在这个银行方面 和其他机构方面 需要有更多的合作 比如说在 在气候相关的一些投资方面呢 那我们要有尊重 尊重 我们要遵守相关的标准 那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报告 以及信息披露 在气候相关的这些事宜当中 那么这里面不只是金融机构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那么要共同的参与进来 才能够建立一个 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香港金管局 还有香港财汇局 都是非常好的平台 能够吸引亚洲的 这个投资机构参与进来 政府以及其他的政策制定者 也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 能够完成整个标准的统一化 谢谢 那我想再回到 关于交通运输行业 时间过得挺快的 我这还有好几条问题 我想先 有些问题 那我想先问一下 在座的几位嘉宾 然后再问一下 来自我们的听众的问题 那么刚才 国泰作为航空公司 那么这个也是 你刚才讲到了 这个燃油方面 你们也要加快能量转型之路 你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假如说是要 你刚才讲过了成本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挑战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的 也是包括有来自听众的问题 你怎么样看待 未来航空行业的发展呢 航空运输行业的发展 那么就是未来整个行业 会有什么样的集体的行动呢 谢谢你的问题 我想现在主要的挑战 倒不只是说是成本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 跟气候相关的这些支持 包括政策支持 像整个供应链 包括航空公司在里面 整个跨解到整个价值链吧 我们都需要一共的支持 所以国泰只是其中一部分 航空行业的话 早已经认识到了 我们要去探话 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向 那么这样的话 才能够实现我们整个行业 2050年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目标已经在这了 那现在市场呢 现在等一个信号 也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投资 进入到供应链当中 我需要有世界上各个政府 提供的这个一致性的政策 因为我们讲的是国际性的 这个航空运输 也不只是我们一个国家 或者是某一个地区 我们要必须保证 大家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机会 其中有一个信号是已经有了 我们见到就是有一些投资已经进来了 技术已经有 我们只不过是呢 需要有资本在最后推动 实现我们的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 能从能够改善我们的供应量 也至少未来十年 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期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双重的一些投资 刚才讲过有这样的时间窗口 未来几年希望有更多的投资进来 能够为我们铺平道路 能够实现2050年 我们的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那我想金融方面 在这个方面能够发挥双重作用 一方面呢 能够使用就是说 包括我们来讲 我们比较关心燃油的费用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飞的客户也是从世界各地哪都有 那对于银行行应来讲的话 现在大力推动这种绿色金融 所以希望能够从这个金融方面 帮助我们实现能源转型之路 那毫无疑问 你讲得非常对 我要说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计划 现在大家也都看到 很多计划制定出来的 世界市场上很多 那么你讲的这个很有意思 那就是说银行行业的伙伴 大家要一起找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就未来的发展的路径 以及标准达成一致的意见 那么并且整个行业要有一个自己的路线图 我想这些银行包括有一些机构 我就是像今年 我相信也都会共同制定出 未来的这个路径 刚才讲到ICF 还讲到汇丰 还有扎达 你们自己的很多 这些合作伙伴的一些关系 想问一下Tracy 像扎达 你们为什么会参加这样的一些计划呢 一些合作计划呢 那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的这个 在金融方面 你们自己的这个组合当中 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你们的这个减碳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我的答案可以是挺简单的 像我们的这个供应部门 包括SAB 背后是SAB推动的 帮助我们的客户 尤其是那一些碳排放比较重的 让他们实现这种转型 像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就包括像国大洋公司 我们能帮助他们实现转型 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在这个计划当中 加快他们的这个转型 这是非常好的 实现这个金融碳排放 所以这个计划非常好 我们当然还有五六分钟时间 那也想 也想我们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然后就问一下 这个 想看看未来 我想问一下 这个 对你来讲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你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是在这个方面 我想你刚才讲的话 其实 2027年来得很快 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都要取得进展 那一个呢 就是说 就是在 在金融方面呢 要增进 另外呢 我们要有更多的合作伙伴 那要推动我们的工作 要进一步 这个推动的话 不要讲到那么太技术细节 我们需要有一些 这个大家达成意志意见 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支持 包括我们的能力建设 技术 技术转移 还有这个金融方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与更多的合作 目前呢 我们也正在谈一些 合作 在针对发达国家 他们要帮助 那些发展中国家 来进行落地 那 比如说 比如说 不只是损失方面 包括金融方面 比如说 像 一千亿 一千亿 到2020年 他们说到2022年 他们就是 答应有这样的一些 一些资助 但是呢 就是一直在 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 发达国家 他们要明白到 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 这是他们自己做出承诺 不但是帮助了自己 同时也帮助别人 那么这个呢 2025年 这是另外一个 这还有另外一个计划 那么这个不只是 减少碳排放 同时 因为在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类似的 类似的这个活动 正在进行 2022年已经有了 那么现在 又要有一个 集体的量化的一个目标 就是关于我们讲的 绿色金融 那要 这些方面都要学到进展 那要向这个市场证明 我们是有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是在合作 那这对于这种 发展中国家 也是一个激励 让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比如说是像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等等 这都是我们可以开始入手的行业 好 谢谢 我们也期望着能够看到一些进展 那要不我们 开始这个问答 我们还有四分钟时间 我想 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讲到了很多 包括这个像 国大航空公司 讲到了很多航空 有Tracy和Winnie 想问两个问题 就是对你们的客户来讲 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他们要实现 可持续的 这个金融市场 我想真正的挑战 主要是来自数据的可见性 和数据的可用性 和 还有工具方面 就是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来分析 这个实体行业 他们真正的碳排放式 是什么 那现在市场也不断地演进 有很多的一些企业 他们有非常好的这个数据 关于他们的碳排放的 把银行啊 还有这个客户都可以做评估 或者是做估计 那披露方面 也是不断地在改善 能够让相关方 获得相关的信息进行分析 但是我仍然觉得 还是有挑战的 刚才我们也提过 因为这个 还不是一个计划之内的事情 需要有更多的互动 不同的行业之间 要多一些互动 不同的市场参与者 要有互动 我想整个这个经济 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在里面 对一个企业 要实现转型 上游 下游 都要考虑到 并且整个供应链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没有什么人 真的是能够预计好一切 这真的是取决于 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 我们每个人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并且要密切关注 每一年 就是每年的这些变化 那么并且是及时获得 相关的信息 做好下部的准备 那我想我们的客户 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路程 都不一样 那么形式也不一样 那数据方面我是同意的 比如说我想能够尽快的去参化的话 那么我想就是 那我们可以说是 我们就按照这个不同的路径来做 那我想这些问题 都是一些基本的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的 有些客户 他们在不同的市场上 他们会看 也可能他们会 他们自己的发展路径 或者他们的目标不一样 也可能他们对于这个 可持续金融的产品 不是那么的了解 或者是他们对于这个 洗绿这些东西 他们可能会那么担心 就是非常担心 所以不同的客户 有不同的担心 最后呢 要从政策法规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也要联解 它背后的影响 背后的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要知道 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仍然还有很多客户 他们会说 假如绿色的话 要转型 那我们就可能要花很多 额外的钱 那谁来花这个 谁来帮我出这个钱呢 所以你得给它找到 优因才行 所以这都是一些 不同的挑战吧 针对不同的客户 来自不同的市场的 那么他们的 因此他们也在进行 不同的一个 转型之路吧 所以叶斯基这种转型 很多时候 它是涉及到 滴滴去去不同的市场参与者 我们也需要 不断地增加 来就是提升 他们自己本身的 转型的能力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一下 你觉得在服务提供者方面 你们能够怎么样 能够帮助他们 为他们提供 这个转型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意见和建议 我觉得这基本上 属于一种自愿性的 我们并没有建设法规方面 有一个强烈的要求 那怎么样去增强 他们的可信度呢 那那些核实的人 这个评估机构 评级地构等等 这些不同的服务的提供机构 他们其实是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投资人 其实是非常依赖 他们的工作 来去检查这些 发行债券方的工作内容 包括去核实 这个转型的 这个转型路径的质量如何 很多时候 投资者在做自己功课的时候 这些评估机构的评级 对于他们来说 是非常有价值的 帮助投资者评估 这些机会的质量 那他们在这个市场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你 RICO 恐怕我们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今天我们的讨论 就是金融机构 还有私营企业 都是在此有扮演活跃的角色 帮我们走向金融转型之路 新的工具 新的计划 还有新的这个机构 也是开发出来了 帮助我们做这个转型 环境还有金融机构 也是协力 帮助这些 不容易转型的这个行业 进行转型 帮助他们脱淡 但是依然是任重道远 那很明显 共同合作 一起去齐心协力 才能够进一步的再发展下去 谢谢各位 谢谢